如果一個人想達成夢想 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 你要有勇氣 第二就是要準備失敗的心理準備 我經常說 其實你所謂跳出Comfort Zone也好 或者你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也好 沒有說一次過就會成功 要接受失敗的心理調整 因為你成功做一件事 其實往往是建築於無數的失敗上 所以你必須要有勇氣 而且要準備好要接受這件事 你接受失敗不代表你要習慣這件事 習慣失敗就是輸無所謂 但你接受失敗就是 其實是你要對自己有喜有樂的心理調整 在你失敗的時候 你可以在當中學到一些東西 其實每一次的失敗 是為你下一次成功的鋪路 我們一件事 是風光跟運氣 進去